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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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希望对方跟自己的做法 李宗盛 两个炒得很重要的时候 他们在车里面丢含油 李宗盛 这一段婚姻一定是由神弃神的加入 我很想你相信其实我很爱你 陈家豪两夫妇也带着他们四个子女 参加一个1111神圣婚约见证大会 重新婚姻是一男一女 一心一意 一夫一妻 一生一世的盟约 我比之前九年次结婚的时候 那时是觉得很期待很紧张 但这次的感觉是很温馨和舒服的 但原来他们参加这个活动之前 也会经常吵架 夫妇的关系并不是很融洽 其实通常如果我觉得有问题 我会跟她说 对她来说需要时间消化 未必可以选择即时解决问题 但对我来说很心急想即时解决问题 在那个过程当中越搞越多 不会啊 越搞越多冲突 很生怒的时候 一些很不开心的说话会说出来 有时候可能真的很吵架的时候 我可能会选择避开她 我落一落街 我自己冷静一下 事实上嘉豪和佩朱 起初也被对方的优点所吸引 我们应该在一年的基近三十 我们和祖的 我们就认识了 我记得那时候 她是一个比较开朗的 首先我们和宗教信仰 这个可能大家看很多东西都是相似 有一个共同的心想是侍奉的 其实我们是 另一方面就是 我们大家都很注重家庭 那到底是什么原因 令到他们之间变得相处困难呢 有时她教的小朋友的时候 其实我会不想她这样教法 我自己是会和小朋友亲密的 我和他们的感情表较大 和我比他们相对上多自由 但反过来我先生是不同的 她要那些小朋友可能传统一点 很乖的 听听话话的 而且她和我小朋友的关系上 她是比较内敛一些的 如何处理女儿的功课问题 我都试过咬得很重要的 对我来说就是 十点半她做完功课 做不了功课就有了她 等她回到自己欠责 因为她是责任 我就说不要让她做了 叫她睡觉 但我老公就会坚持 我和她两个一起做到 一点多两点钟 我就觉得 那是不行的 我只是怕爸爸妈妈再吵 搞得我要整天躲在房间 拿皮盖住 我会扮不懂功课 然后等爸爸或者妈妈来教 教完之后 他们就不会说 爸爸妈妈搞糕 我要不想吃 不是 她会很大声地说 不准吵 不准吵 你们不能吵 不准吵 后来因为家豪的爸爸患了癌症 需要有人照顾 他们就选择了三代同堂住在一起 基于生活习惯和做事方式不一样 陪珠和奶奶的关系就更加差 同时也加深了夫妇之间的问题 相对上来说 我和奶奶的关系不好的时候 我老公和我的关系都会很紧张 好像是我妈妈煮了一些东西 然后发觉 为什么不见了 我即时就走进去问 你有没有赌倒 她没有和奶奶澄清什么 就走来问我 我就会很生气 我就说 你认识了我这么多年 我跟你结婚这么多年 你都不清楚我为人爱 是不会做这件事吗 但其实我问那一刻 不是因为我想去求证 你真的赌倒了这件事 甚至乎我不想听到 你跟我说是你赌倒的 那当时就两边受压力 她妈妈说是你老婆赌倒了 但老婆说不是 那当然事实就是 原来那些误会 就是家庭的人 不知道赌倒了 虽然为了儿女 夫妇的关系可以维持下去 但彼此的矛盾 没有真正的解决 直到有一次 他们终于肯面对问题 两人冰封的关系 再次被爱所融化 我记得我看《宗教性》雜誌的时候 看到有一个 一一一一的神圣婚礼 我们两夫妇站出来宣告的时候 神的祝福会更加大 不是我们圆弱 而我们实在真是 唯有靠神才可以向前走 我们不是超人 我们都是一个普通的人 我觉得一段婚姻 一定是由神去 神是神的介入 神去看着 对我来说 我觉得同心和我感受到祂的爱 就是祂能够每天一开始的时候 就和我一起去祈祷神 作为丈夫就是 最伤心的一刻就是 旁边的那个 不相信她 自己是爱她的 我很想你相信 其实他很爱你